今天是9月17日,星期五 也是9月份中旬的最後一個交易點 下星期一開始,整個市便會報入9月下旬 看看昨日的市,其實跌勢很空 事實上,自從踏入星期一之後 市是連續幾番急跌 先看看指數 昨日早市先是輕輕高開9點,去到25,042 之後有少少的拉腳曾經一度高見25,045點 但事實上來說,沒有太大的動力 結果零零碎碎沽額又再湧現 市況又再一步一步跌,而且越跌就越深 恆指更加在下午3時的時間 曾經一度低見24,505點 這一刻跌了528點 當孔資亦跌穿了7月27日的低位 24,748 亦跌穿了8月20日的低位 24,581 簡單說,指數已經創了2021年全年的新低 相對今年的高位是2月18日的31,183 今年全年的波幅已經輕輕擴闊到66,878點 說真的,以年度計的波幅仍然是小 大家有個心理準備 後續的事仍然會在反復不明的情況下 繼續向下穩全年的低位 到底下一個防守性據點去到哪裏呢 大家記不記得去年9月25日 指數一度是低見23,124 即是說,現在的客人來說 如果後續有進一步的反復而受壓的話 23,124點會是另一個比較重要的防守性據點 值得一提的是,現在市場的氣氛 是越來越來慢著一股不穩的情緒 因為大家理性點去看 好像近日的博彩股一樣 一輪急跌之後,在低位持續整固 問題是,當日急跌成交是大的 很明顯是基金是洗倉式的拋售 今天洗完倉,明天繼續洗 後日不會全部買回 所以博彩股有一段時期 在低位持續整固 至於新經濟股方面 你看看騰訊仍然反復大遠 阿里巴巴更加創在香港掛敗之後的新低 美團也不見得亮麗 至於小米何尚不是反復大遠 其實新經濟股在行資成份佔比重絕對不小 如果他們股價持續反復大遠的話 整個大市很難會有一個亮麗的走勢 再說,恒指現在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技術上、形態上是屬於一個反復逐步下市低位的格局 況且50天線在很早前已經跌穿了250天線 可能未來一個星期或上一時間 100天線都會跌穿250天線 到了那一刻,可能移動線的排列會倒墜色 包括250天線下面是100,然後是50,然後是20,然後是10 這個典型是一個足沉底的格局 所以大家在任務部署方面,真的要保守一點點 現在這一刻,就不要記掛著 什麼股份跌得多,我博反彈 你可以博反彈,但真的不要急,不要用 還有,你賺光都是3-5% 我都不敢多了 反過來輸回3-5% 你也要理性計算數,減減磅 還有一件事大家要留意的就是 傳統的股份當中,有些仍然在高位 包括友邦,他現在仍然在88、89的高位 相對整個市場來說,你仍然在高台 港交所仍然咬團500元作金的水平 當然不知,友邦,大家對前景率還是偏看好 港交所更加不用說 但市如果一直向下跌 連不跌的股份,連比較強還的成份股 都可能最終都難以獨善其身 這個大家要留意 好了,早視的視頻就講到這裡